您对阳明山中山楼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过去是很庄严的国民大会议场 不过今年积极转型 今天下午还举办了摇滚音乐节 邀请入围金曲奖的乐团在室内开唱 创新融合也让人耳目一行 重节奏的音乐 贝斯手和胡手完美结合 灯光音效震撼全场 文化大学的Bloody Sweetie乐团主唱 在台上疯狂嘶吼 这个摇滚音乐节非常特别 举办的地点在阳明山中山楼 民众都觉得在古迹中 欣赏摇滚音乐是非常特别的体验 阳明山中山楼已经有52年历史 过去是国大代表开会的地方 总统的重要决策都在这里产生 中山楼卸下国民大会任务之后 由国立台湾图书馆管理 这回特别举办中山楼摇滚音乐节 邀请到入围金曲奖的顶尖乐团 现场开唱 同时运用虚拟实镜和扩增实镜的技术 让民众一窥中山楼历史演变 在摇滚音乐的衬托之下 中山楼显现出 伍典和现代融合的美感 记者王中皇建盈报道